今天是我們行政黨立業主黨團提出基於一線二法之後 第二個我們的優先法案 我們針對這次的疫情提出了我們自己的版本 就是2019新型冠狀病毒防疫跟基層紓困條例 那在名稱上面呢 我們跟國民黨或者是我想政院版的會不一樣 主要就是我們還是希望能夠顧基層顧弱勢 也顧比較相對於這個中小企業的產業等等 所以我們提出來的名稱不一樣 那第二個呢 我們這次在條文裡面一共有13條 那主要有6個面向跟大家做個報告 第一個是大家在1月份的時候知道 政府用這個緊急命令的方式呢 採取了這個防疫照顧價 那這個價呢到目前為止我們還是認為它能夠入訪 有個法源是最好的 能夠讓勞資雙方有所依循 也能夠讓真的想要請這個防疫照顧價的家庭呢 可以請也敢請 所以我們把防疫照顧價入訪 同時我們也讓防疫照顧價可以有 勤勵生活津貼的計算方式 第二個是現在很多的居家隔離或居家檢疫者 他是被這個疫情中心要求他必須要隔離 所以在這個部分我們也認為在現有的傳染病防治法方面也沒有入訪 所以我們讓居家檢疫跟隔離可以入訪 那他們也可以請領所謂的補償的部分 第三個呢是現在也有很多的勞工朋友跟我們講 他被迫必須要到中國再去出差 或者是必須要回去就職工作等等 那基於在這個疫情已經公佈 中國的幾個地方呢都屬於一級二級流行區 根本就不應該去 所以我們認為勞工的退避權也應該要入訪 第四個呢是有關這個受衝擊產業部分 很多都是中小型的這個商家或者是很多的這個消費者呢 他可能都還是需要一些用刺激消費的方式來進行紓困 或者是振興的角度跟面向 所以這個呢我們也提出來了理用件的部分 那最後是有關一些中小企業的這個紓困裡面 包括這個本金或利息 然後或者是貸款等等的方面 那最後一個是我們策重的 就是希望說一個這個特別條例提出來 特別預算通過之後 行政院還是要很負責來面對國會的監督 國會的這個要求 所以我們會訂出這個有關的監督機制 就是三個月之內要提報告 六個月之內呢要到地院來做備詢 那把他們對於產業的評估狀況 以及紓困的效益 以及是否讓有需求的人 真的能夠拿到這個政府在特別預算 或特別條例裡面的照顧 這大概是我們民眾黨團呢 提出來的這個基層紓困條例的相關內容 你們卻不認同